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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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我可以看看 大家知道 有時間差不多 我們今天的十位開始做一件事 大家好 我是King 我是香港的無事業方的三位同事 歡迎大家參加我們Tatricot來工作幫 首先我們引集會的香港的無事業方的三位 答對各位秋風出席今天的工作幫 成為這麼多的支持 我們今天Tatricot是你們的工作幫 已經來到第六場了 未來還有更多以不同行業為主題 有關5G密聯網的工作方會 可以兩人一起來參與 到時的大家來參與和好好交流 而今天我們工作方的主題 主要探討這個密聯網和物管企業 怎樣可以做一些小訊出來幫到 密聯網、物管企業的一些 比如說書牠們和一些公司去做 用不到有效管理他們的能源 我們剛才邀請了兩位對於密聯網 由西班認識別人遲到前來 我們今天講的嘉賓 分別由香港通行企業方案 有限公司物聯網企業方案 助理總監李偉思先生的John 而最近是Bank Up 港有限公司市場經理的邵志佑先生的Call 相信在稍後的時間 大家會聽到更多有關物聯網技術 以及物管科技的帶來的資訊 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首先有請兩位粉絲嘉賓 聯同我們香港無線公司 會代表嘉烈到台前合做一張 有請三位 要請三位 幫陳哲夫 然後才行就在 我示範時 今天工作單政績開始 海事業發展成為了近年企業 我們業務發展是核心之一 它平常的企業不再單單只依靠它 看它們的營利和產品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看ESG目標 那對領ESG目標是甚麼呢 如選面上有甚麼解決方案 可以幫到我們達到ESG的目標 我們首先要請HTBND的John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甚麼Smart最好想可以幫助大家 請坐 OK 多謝阿K OK 大家好 我是John 很多謝今天你來 10月30日其實就近多年了 學緊假的時候都來 今天最主要講回整個RT加上ESG 其實最新在外面市場的情況是怎樣 我先去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其實現在的IoT 我們在市場上有甚麼 還有我們公司的發展是怎樣 我會這樣說 香港的潘騰大家的印象是 住宅潘騰和潘騰比較多 其實近幾年我們發展是比較迅速 我們是收購了很多不同的公司 我們是新世界電訊ICG GOS是以我其中一間公司 是有幾十年歷史做開SRI的 那就是舊電訊 那個理由收購了 最新其實在早上個月 我們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GOS其實本身都有分公司的 那我們就有一半的Sharis 多了一半的Sharis 其實跟Startup合作做一個Jong Venture 那在新加坡來說 Sintel是一個很傳統的電訊公司 住了很多年 Startup是一個新的電訊公司 都是新加坡政府的 那我們會這樣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Footprint 由香港、內地、澳門、 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 那最新的情形 稍後會講講整個IoT的發展 我們看到的Future是怎樣 那我們會這樣說 其實在香港減壓 我們經過一連串收購之後 香港Active的公司有二十萬間 那我們的客戶是多過十萬個 接近上一萬個都是我們的客戶 本身來說 每兩間公司裡面 其實有一個是香港寬頻的客戶 那在住宅市場那裡 我們有八十、接近九十萬個家庭 其實是用我們的寬頻的 那每三個家庭 一個都是香港寬頻的客戶 那IoT經過我們不同的收購片之後 其實在我們無論科技上 在人才上我們都很多不同的融合、整合 那在最新的市場會這樣說 其實在我們那個發展 我們由IoT 其實整件事是怎樣一樣呢 到Future IoT當然大家一定很清楚 有些不同的sensor 一些傳感器 例如有沒有流水 有流水會傳到短水給你 那傳感器以外 當然有些data 加上一個platform 那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變得出來 有個data之後 那當然我們就end to end 除了sensor以外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domain 都會有 那這裏很多東西 那但怎樣拼到ESG呢 待會兒會講一講 那整個服務會這樣說 有sensor又有platform 可以做到project management 甚至會data data其實都很重要 是有很多數據 有了之後做到大數據 做到分析 做到自動優化的AI 會這樣說 我們剛才把那些波波 會綜合成為六個 我們有planning 做consulting consulting 我們其實在香港 都有些最新的物業 他們在發展中 他們要ICT做一個consulting 那我們都有做的 我們甚至不單止是做solution 我們甚至會幫人出賣tender 去設計整個物業 ICT的發展是怎樣的 那就planning consulting 我們另外就是 小時候科學院是怎樣 可以lead那件事 就是去做 insign 這些不同的東西 最後做inspect support都有 end to end 近這幾年我會這樣說 香港woman 其實顧面師 有一間電訊公司 我們落很多不同的賬 可能大家都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 但最特別我會這樣說 這個是小禮 在今年六月 其實我們在科學院 我們拿了一個 innovation mover的賬 說了IoT的東西 我們會這樣介紹 其實我們在電訊方面 有關的賬 很多都拿過 那IoT 我們今年第一次拿 跟女人的公司得獎者 都是只有十間 唯有一個電訊供應商 就是香港搬頭 其他電訊公司 都沒有 當然其他公司 包括回豐 包括恆生 包括國泰 我們有這個 跟一些工人合作 做了出來 是在市場上沒有的 我們可以 有一個能力 又沒有 可以變成有 待會可以講到一點 今天講到主題 ESG ESG 理解是什麼呢 我們是這樣想的 其實E 就是Energy Energy 現在大家很多事情都沒有想到 新能源 汽車 都是Energy的部分 當然在市場上 在HopTech 講得多 就是碳中和 National 或者叫做 Zero Carbon 很多在講的 那S就是 Social Social 可能市場上 做了很多 特別是上市公司 他們聯補都會有說 社會有什麼影響 做了多少義工 但其實 這裏以外 可以發揮得到 就是講一下那個人 那個 如何做一個 Well-being 經過這個地方 它可以會提升 有的 無論健康質素 或者心理質素 其他東西 那再講講 在科技方面 如何可以呈現得到 實現得到 這件事出來 另外管理 那個管理是 譬如 省電 省了電之後 那條數是怎樣 後來做 怎樣才是 為止 真確 那條數 用什麼辦法去做 那裏會講講 還有很多不同的 事情 在講一個管理的事情 那裏會這樣講 這是一個很高級的 overview 今時今日 最深 其實那個狀態 是怎樣 大部分 smart building 這裏是三部分 有ESG的元素 那這個NAS0 就是Energy 其實Energy 裏面有很多做法 我稍後可以用個 high level 介紹一下 Facility Management 要做到 一個 在那個地方 Energy 節省了電 另外可以很舒服 去感受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生活 或者工作 就是Social 那部分 怎樣管理 那個Facility 另外 User Experience 都是 這兩個人是 怎樣管理得好 另外那個人 又會舒服多一點 無論在人流 在空間 空氣 其他東西上面 那這裏就是 怎樣管理 譬如你的 你都要好的 一個穩定的東西 還有你整個 集合到的 是看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因勢的 剛才說 管理得到的 那些資料 可以無誤的 做到audit的 另外 這個是較為最新少少 這個就是 說 其實我們 見到將來 碳中和 事實上 的確到時候 是會有些公司做到 有些公司做不到 有些公司是做得很厲害 甚至乎 可能它產生一百個卡磅 但是它一年可以省到二百個卡磅 它勢頭有 只可以給人家用 那這件事是變成一個 quota 其實概念都不是很新的了 就等於 我小時候 就說的 textile的quota 房子的quota 現在是說的 carlo的quota 但是carlo的quota 大家 今時今日就想 是釋放了quota OK 未來是說的 reduction reduction 你當了的時候 你可以買給人 你可以加上 crypto 整件事 電子買給人 很可能 我們見到 將來 甚至乎 可能買福利回來才算 你給完錢之後 你也要加一條 數字卡磅 這個 carlo reduction 的trade 其實已經是 成仁的了 只不過是說quota 上面 但是reduction的trade 你屬當然 都一定會這樣發生 那如果有一個平台 做energy trading 有些不同的 market set 同樣是怎樣 OK 那這裡 我會這樣說 這裡就說 Nesro 其實它可以做到 經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無論是燈 無論是冷氣 無論是冷氣 一些不同的東西 節省到很多不同的電 那 facility management 比如空氣質素 現在講到很多 IQ 很多政府部門都有推 那這裡是較為 以這些理解的facility management 那 user experience 首先講講 可能那個toilet 是不是乾淨一點 有空間 甚至乎那個space 怎樣怎樣 多些人 或者那個人流怎樣控制 那其實這些東西 已經是可以困到去ESG 那當然 具體上講 先講到energy energy現在大部分 市場講到最多的東西 就是說 如何優化它 那energy 我當作冷氣才算 其實這個edge rack 它裡面很多能控制 好啦 有chilla 有pump 接著有cooling 有其他不同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 在傳統的做法 就是搞一個部機 就是搞一個pump 性能高一點 這裡也高一點 但其實這幾個東西 它們好像一個樂隊似的 其實要調低冷氣幾度 是要整件事去協調的 即我們家裡就很簡單 按鈴鐺 就低一能度 但想像是一個商場的level 它要做很多事情 一間房間要低幾度 其實整件事可以調得到 那現在就先進了 它們可以用一個軟件 將這些東西 這些不同 我們叫做sino 獨立的system 將它放在一個環 那裡 然後將它做自動一個優化 因為有了數據 又有big data 那這裡是簡單來說 就看看它 然後分析 然後再出一個prediction 叫optimization 那這個玩法就是說 譬如好像我們今天這樣 其實日頭是20度 但是今晚很可能是17度 甚至是16度 那它就不斷和天氣的預測 去做一個互動 一個聯繫 那知道今晚其實 每個時間在那裡 那個cooling 其實它調教的時候 其實可以遷就它了 一二十度的cooling 和十六度的cooling 都不同的 那它就會prediction 天氣如何做 然後再做不同的東西 可以做一個優化 那通常得出來的結果 剛才說的部分 這麼多東西 其實每部分 只要欠幾個percent 最終都可以做到 至少是5至10個percent 甚至會有些多些 20個percent 那想像一下 其實一個大廈 至少有四成至一半的能源 consumption 其實是來自於H-Rack 那在這裏 如果缺到10個percent 我就當近近的 一個優惠性買禮 其實它一個月的電費 一定是說 多過一百萬的了 那如果10個percent 就有十萬 很簡單 其實它應該減幾百萬 甚至會有千萬的電費 一百萬 那這些就 做完之後 那這個 這個具體 就是那個可以知道 那個chilla的狀態 跟著 它現在有幾多usage 跟著那個 那個dispersion 那個lighting 不同的東西 那再加上 battery 那香港就少些 其實見到一個trend 都是這樣的 會有solar energy 加上 battery storage system 那內地更加添 那內地更加添 那內地很可能是 入口那些電是貴一點的 夜晚那些電是便宜一點的 那就盡量 調回轉 把solar的電 入口用 那夜晚呢 用完了 那夜晚再需要 就用夜晚那些電 那我看到 整個fooking 看完的時候 其實真的可以解釋到 其實那個 探牌放是怎樣 減了多少 那 那還有 那個AI 可以做到多少 它穿了和沒有穿 是怎樣 那又是關於 energy 那另外一個 那另外一個概念 剛才可以 覺得 可能很複雜 可能那件事很大 但其實都可以 energy 少改變大改善 IoT那裏 那這裏 那其實是中環母 一個停車場 它在停車場 大部份 我想大家 見得到 或者不是最新的停車場 見得到一個抽風 其實無論多少輛車 它的抽風 都是很constant的 都是這樣抽的 那它就 滴了一點 走一步 加了一些 sensor CO level 高的時候 抽風就會更多 那如果CO level 是低 抽風就低一點 那它就 有sensor 擺個運動 接著是一個DMS 那它跟它做一個調控 做完之後 它就馬上 在HGRAP 抽風系統 在這件事上面 所以說呢 其實 大有大造 小有小造 這些是小改變 大改善 才是Case 剛才那些是整個 建築去看 不過 我們見得到 現在市場上 香港 甚至內地 澳門 全部的趨勢 都是這些 只不過 它們因應物業 不同的情況 去做不同的事情 就是這樣 那就是 兩個方面 Lighting 兩方面 Lighting其實是 Energy 又是 Social 怎樣令到個人 會舒服一點 那等一下 Sidiva Cole會說多一點 那這個Case 我就簡單 因為它都會 比較細緻 這個是一個 香港博物 很知名的商場 的 炭翁 它處理炭翁 那其實它裡面 用一些LED的 它本身呢 LED很簡單 當然 有人 是不是有人 沒有人都是 那它做一些 Smart的LED 加一些Sensor 有的人的時候 它會光一點 沒有人的時候 可以不一定 關掉 可能會暗一點 就是 跟回人的合理 那個光度 那它有了整個Dashboard 知道那個 Power consumption 是怎樣 是一樣的 今後 跟下個月是怎樣 可以計算到 炭排放 有的可能會光一點 更暗一點 再一個時間 它才會刪曬 那 它做一個動作之後 會這樣 它立即 省了三成電 比LED 省了再多三成電 那這些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還有新一代的Smart Lighting 可以很簡單 舊的一代 可能要搞一個 在一個Squitch燈 就是在那裏做很多事情 那第二代 在一個光管上面 可以換我的房口 那第三代 可以換我的光管 那些燈 這些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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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吃下去 去到燈 燈 以外 即是說 環境 其實環境 在國際上很多不同的準則 稍後會說 環境 可以怎樣做 在燈 好像這裏 其實這個辦公室 即是他們現在 今時今日 講的很大的Track 就是說 那些光是要接近自然的光 是的 那自然的光 其實不是在說 4000K的色 就是自然的光 6000K就是自然的光 其實是自然的光 其實是自然的光 是有些白白的 軟軟的 有些環境 那這個就是 展示出來 甚至乎 在不同的時候 其實因應有些 比較自然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In Door 人本身是Out Door的 應該是 那所以 無論在工作 黃昏 在不同的時間 呈現不同的事情 甚至乎大家開會的時候 看花框 可能是在前面盞燈 或者開了後門盞燈 而加上來說 其實現在時代進步了 這個都不是比較理想的光 比較理想的光 很可能是 暗的 前面有光 I just find her 其實大家看到 Apple Store 頂部的光 就是這些概念 那當然都是Sylify 都是Philippo的 產品 那會這樣說 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交易兩個大的準則 那個標準 就是WELL 和SDG17 SDG17 是聯合國公佈出來的 17個目標 那在Philippo的Lighting 或者這些WELL 其實他們相對 都有不同的requirements 例如Lighting 在WELL 其實都是有分數的 令到你的人的狀態 的Mind 或者你的Movement 例如SDG17 就是給我講 Good Health 和WELL-BE 那麼Lighting那裏 相對 做藥 其實都是會有分的 那我遊戲電話 待會會介紹一下 那有人這樣說 除了Lighting以外 又說回 現在最新鮮的 COVID 空氣 或者這個地方 那個 saditation 是怎樣的 那個衛生 香港本文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 近這12至18個月 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們會這樣說 我們的理解 其實可以分三部曲 未來之前 來了 和走了之後 那未來之前 大家一定 記得很多個體溫探測 做個掌心位 當然 我們就 回想當日 COVID 我記得練三十碼 就開始趕了 做了一年 那我們初三其實已經出了 一個體溫探測 可以自動 那個人 如果溫度高了 有一個app 要用上 有一個anlert 那在香港 很多 譬如有些 快餐店 主要的快餐店 全線都用我們 那些東西 或者其他某部分 在九龍的隔級社之內 用這些方案 我們全香港 deployment 都比較多 那 台灣探測之外 甚至乎現在新一點 有戴口罩 甚至乎 在office 來說 如果你有些順利的時候 有一個消毒櫃 放進去 那我們其中有一個 九龍最大的工人醫院 都是我們的客人 那他們醫生大樓那裏 都是 我看到他們一上樓 一頭一頭 就是我們做的 那他們一上樓 就放了一些電話 去一個部機裡 用來消毒 那這些消毒櫃 我們現在都 其實除了醫生醫院 也用 那有些 主要的發展商 香港的辦公室 我們看到他們 那些信一來的時候 的reception 都放進去消毒 那這個是 未來之前 那來到的時候 那空氣的質素 比如說 剛剛 Oracle 就多單在機場的toilet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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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的時候 其實香港食環處 都沒有說需要餐廳 去做這件事 3月 但我們剛剛做完那裏 4月 明朝食股就需要了 那全香港會這樣說 我們做的時候 在6個月 在3月至9月 那裏 那全香港 一萬六千間餐廳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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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都買了4千部的空氣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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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消毒燈 間假裏 那裏 Mango 可以自動消毒 那這件事與EHG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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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隔壁的酒店 他們用很多 一它就用你的消毒燈 大那些是我們消毒的那間房 我們介紹一下我們早前的campaign 怎樣做一個消毒的事 可以代替目的同步 小事最小換的落次的要求 回答問題 最多可以覆蓋了十個方法 包括尤門線自愛性技術 有後面的新冠病毒 我們總會提供一集 所謂報告標準合作 以此轉移過多層的銀行 測試後來報告的要求 以後會被記憶最低的合作 有多種的安裝方式 凌晨酒 捕 retrou! 我們知道我們的取消嚐 雞Work那些 pad 全部都應該可 想早上打招呼,繼續營業 歡迎和我們的故障關係幾個月表達,會有更多嗎? 這就是一個個案,除了餐廳以外 這間公司就是Code Medical Code Medical,其實大家上網搜尋 它通常是做一些醫療器材 很可能譬如說新波濾、做通波仔 那些管道的東西 它在Fortune,其實都是在美國 500元的私人企業其中一間 這些Medical的公司 即使醫療級,它都是會用這些設備 我們就幫它安裝了辦公室 我們除了辦公室、學校、健身室 這些都有 還有一些位置很可能有興趣的 包括學校在COVID交易第幾波 一、二、三、四波的時候 其實它們水深火熱之中 安裝了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訊號的推廣在Facebook上面 它的生意,突然之間一個月 上升了三至四倍 所以我們看看怎樣 其實有銀的確有機 如何利用科技去處理這些問題 有很多機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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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人其實它們用一些機械人 加個UAC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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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實力物ちょっと變化 那… 那… 那 其實HUDDIS很多年前 很多國際知名品牌 在資料中都交不同的傳感器 當HUDDIS壞之前 其實它有不沉上的震動 這些震動只不過我們怎樣去穿密度 其實無論在HUDDIS也好 在Chillow Pump也好 在冷氣也好 其實它壞之前 所有東西它會有震動 它壞之前就有不沉上的震動 我們有這樣的技術可以做出來了 現在呢 最大的Use Case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七百萬人都會需要喝的冬港水 在香港其實已經在用這個技術了 在醫院當然有很多不同的 先風系統、秋風系統都可以用這些技術 去做出一個預測性的維修 預測性的維護 當然要做這麽多事之前 也要說回基建 有一個很好的感應器 感應器 會這樣說 在我們公司那裏 我們其實都做很多的 在香港五百個商場裏 其實起碼有養成 都會用我們不同的傳感器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客戶 那就可以見到照片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不用開店 在街上見到它 可能是在不同的中心 那些中心很多 那它無論在它裏面、外面 都放了我們很多不同的傳感器 會這樣說 傳感器就現在較為成熟 那我們可能 剛才說 有個感應器 就可能加上一些β 一站式可以幫它做 那 最後會這樣說 其實那個玩法 其實剛才這樣說 這個國際 即IoT就很多了 那標準是怎樣 ESG 對啦 雖然有了 那怎樣可以實際的呢 做完之後 可以實際RI 或者在這個認證上面 就得到一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 剛才說 聯合國有17個目標 那這17個目標 通常有幾個是 technology 可以relate 得到的 包括 那些東西 最像說 無論是lighting salotation 做消毒 那 Well-being 都能做到的 那當然 salotation 也是 clean clean energy 很多 比如太陽能 其他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 chef 就是 就是 光癮都是 甚至是 如何預約辦公室 當然裡面有很多空氣流動 可能會見別人 你不要這麼多電梯 你在辦公室應該有些東西 鼓勵人去動 可能有些樓梯 那就是 氣氛行 氣氛行 例如如何相關 比如剛才說 用不使燈去消毒 少一些去噴的東西 少一些化學物 而這是在調整氣氛的東西 噴的東西 有些東西釋放出來 Sustainable cities 即是一些可持續的東西 可持續的東西是怎樣的呢 都是很簡單的例子 剛才說的 燈光線算 用了燈光線 給LED Smart LED 省多三層電 那你就是可持續的了 因為有些東西 不是今天我們做 就會有 明天不做就沒有 那這個不是可持續的東西 可持續的東西就是 我們利用科技 根本性解決它 由頭再有數據 進行減了 所以它儲存 換了之後 未來一年 都會減了三百點 那這些 當然整個社會 樂意見得到 因為事實上 在電力公司上 其實九龍 唐星算了 它永遠都會做多 給現在的powerful 深信率是多 10-20% 如果大家有些東西可以徹底換上去 令到它離開一個月兩個月一年都會用少點電 相對它都會做少點電 那就不會浪費 這是一種可持續的東西 另外一個標準就是WELL WELL其實現在外面都講很多的 很多新的大廈都會講這些 它的玩法就有金銀和白金 銅長就是40分 直到80分就是白金 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例如空氣、水、清潔、燈光 有沒有動作、動作、群體 你看到人的心 用什麼材料 聲音它都有的 當然那個溫度 那個温度 那個溫度 那個溫度 最後很簡單 其實因為 WTIA其實他們都講很多不同的5G的東西 在IoT加上5G 又如何提供這件事 當然這個高度是會高一點的 可能未必 就是WTIA當然很簡單 我們距離更近 這些可能會高一點 但是市場上的確發生 譬如 其實很多大廈維修 譬如我家要做大廈維修之前 他們都會找一些水位牙去看 我們看的時候 就看看哪個流水 哪個單位 水管是怎樣的 那個狀態 那我相信 我相信無論各個行業 無論一個 農事的中心也好 一個商業也好 一個商業也好 一個住宅物也好 它不一定會做這些事情 那以前這些事情 要講幾個禮拜 幾個月去做的事 已經在幾天可以做到的了 用一個樓 然後跟著 用一個Fermal Cam 看整個大廈的周圍 用一個高清的照片 知道哪裏會有流水 用Fermal Cam 一看就看到了 那個水值 然後就拍了一些很大的照片 那就是 會看看整件事是怎樣的 那個狀態和外線 甚至乎 在起樓的時候 其實香港政府 已經用了很多這些技術 在十大基建上面 Block Churchill這些 全部有應用的 甚至乎 你起樓 十大基建 不能夠遲 每一個建築 每一個物業 每一個project manager 他第一人的主要任務 就是不能夠遲 所以要用時間 現在用技術 為何去管理呢 其實他每天上班幾多天 那個status是一樣 甚至乎加上那些機械人工 機械狗也好 機械人也好 不斷不斷隨便 那他就會知道 為何今天和明天不同了 明天會多條水管 可能他就有11% 那個完整度變了11.5% 他不斷拍照 日日不斷長 可以遮到整件事 甚至地盤的狀態 有幾多人 上班 幾多人 那這些技術 因為地盤 他就當然 鋪鋪骨 比較難些 在前期的階段 可能他們都不斷齊 還有環境不斷變 那很多不同 5G的技術 無聲技術 高傳輸量去做這件事 那就確保 十大基建也好 其他物業 那個發展是on time 那這個見到 一些維修的東西 那其實已經 看到飛機維修 已經在做的 其實他們的 condition 其實那個training 要做很久的 但是他們有很多不同 AR、VR的技術 戴一副眼鏡 那都知道整件事 是應該先做哪些 做哪些步驟 那就確保 所有東西 都是五差減到最低 那這個是5G 帶出來的東西 那最後我們會講講 香港的部分 總括了 剛才我講講 那麼多東西 其實我們怎樣可以 帶到市場 去到我們客戶那裏 西門充滿機 外面才可以發明一步 香港的品 從來都不會等到轉變 我們帶領外面 都會要無法衝增長 和收穫性 我們幾集行業裏面 明顯的全球 網路基建 一集式言順和科技方案 還有系統整合會好 組成了根強特的香檔會合 人才 令我們成功的開業 我們在全港為人 有錢 管理人 我們只是說 我們很歡迎 他們拍照的科技方案 我們交往 我能夠上去 香港公司的套餐 客廳也有明顯 當客廳見到我們 做事的那位同事 原來是公司會動的話 其實真的對我們 有很大的信心 就可以補充 我們在日本以外 為我們所謂的 希望要能夠制服 他們在香港 學費領繫 與法律的 保護 不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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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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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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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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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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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